所以是相当于台币的三倍以上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AV Australia YES 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 澳洲台湾物价大抵拼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食物的部分 因为我知道大家对食物比较感兴趣 但是台湾跟澳洲各自都有不同城市 物价也都不太要 那我讲的细一点就是呢 澳洲的布里斯本 就是我做的地方 跟台湾的台中好了 没有台中的眼线 这样帮我看一下大概是多少 然后还有我印象中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啊对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要早上就拍的 就早上的灯光会比较好嘛 但是拍着拍着就晚上 骗你了啦 就每次都准备好之后 哇 要上班了没办法 就去上班这样 所以今天因为讲这个主题 所以我想说穿上班的衣服就好 这样比较有一种专业的感觉 所以呢回归主题就是 得要探讨 澳洲跟台湾的布甲 因为我爸爸不可以吃米 不知道米给啊 好首先呢 大家都知道嘛 澳洲的薪资呢 是比台湾还要高的 那我现在就来帮大家算一下 到底是高多少呢 所以呢 台湾现在的最低工资呢 是133块一个小时 那澳洲这边呢 是澳币17块7 相当于台币407块 就是相当于400块 因为现在的汇率说真的不是很高 大概一块钱的澳币是23块是台并 所以呢 台湾就是133块 澳洲呢 就是407块的时期 这样相差至于大概有三倍 哇塞 你听到这里 立刻想说 哇塞 有梦怎么好 那个不好意思 明天的飞机在澳洲 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我们 两地的物价 因为只能说 天下还是没有百吃的午餐 是那个吃 除了收入方面呢 我们当然要来看一下支出呢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所在啦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今天就针对澳洲的台湾 布里斯本跟台中 各自找了一些 类似的吃的喝的 来跟理比较一下两地的价钱 第一个 我要跟理比较就是 天天要喝到的东西 Water 天天要喝水 水的价钱呢 在台湾呢 假如你买一罐 多喝水好通 711买的话呢 是大概20块左右 然后在澳洲呢 这边再次回到我当年 在寿司点打工 我们那里 其实每一间店卖的都差不多 一罐水是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2块8 2块8 相当于台币 乘以23嘛 你自己算嘛 自己算嘛 于是过了10分钟 好 没有啦 那我算好了 相当于台币是64块4 所以呢 这差距大概是台湾的三倍 接下来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是 台湾有很多分点的 澳洲也有的就是 我们最爱喝的 珍珠奶茶 或者是你想要叫它 布吧奶茶 也可以 然后在台湾调查的价钱呢 是来自于 五十兰 一杯大杯的 不管有没有去冰 不管有没有去冰 就是五十块 嗯 那在澳洲这边呢 当然也是有很多分点 我现在要讲的 这一家是贡茶 是我们这边 哇超热门 你们看到 外面有大牌长龙 长龙航空 大牌长龙 所以他们的价钱是 六块 六块呢 乘以23 相当于是138块 这也是台湾的将近三倍 好 再来第三个 我讲可口可乐好了 我先从喝的先讲语 可口可乐在台湾的话呢 我自己上去加勒福的网站看了一下 我看的是2L的 2公升的 33块 还不错 于是呢 我在去澳洲超市看了一下 也是2L 需要的价钱呢 是澳币 4块 有10毛 再换算贵力成台币之后呢 变成了94块3 于是又是相当于台湾的三倍 第四个 我要举例的是 我们台湾一定要吃的排骨便当 超好吃 真的是会想念的味道 在台湾 一个排骨便当大概是70块左右 大概三个菜 就可以吃到很丰盛 很好吃的排骨便当 在澳洲这边 也是有一个要10块8 而且这是很正常的 在澳洲你在外面吃一餐 真的需要10块钱左右的奥币 相当于230左右 于是呢 这个排骨便当 就要250块钱左右 因为还有那个80角的部分 所以是相当于台币的 三倍以上了 台股便当是比较贵的 所以回去的话 奴隶吃便当 第五个 就是呢 我们情人节都会买的 金色沙沙的 就是金沙嘛 有点冷是不是 啊 对 我们澳洲过来一席之间便能了 看我这样的穿搭 台湾是不是便能了啦 因为是相反 所以一盒是 诶 12块的 金沙呢 里面这样子是182块 听起来有点贵 于是呢 那我再次去澳洲超市看了一下 一盒12个 这样子是澳币 12块6 相当于台币 290块 快300块了 这个呢 虽然没有3倍 可是也是2倍 下一个我要讲的是 麦当劳 澳洲有嘛 台湾也有 所以呢台湾一个 我要看大麦克的价格好了 Beat Bank 所以大麦克价钱在台湾 单点是69块 在澳洲单点一个呢 是4块3 相当于台币 100块左右 这个好像好一点 就是大概多了 差不多一倍的价钱 其实呢这样子下来 你会发现 虽然澳洲的薪资 是比台湾高上 3倍左右 不过呢 这个17块7 说真的 现在有蛮多地方 其实尤其是华人 还是付的钱呢 是低于17块7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你也不能说是真的 哇还是比台湾多很多倍啊 我觉得各自有好坏 然后接下来 我觉得介绍这俩 你们会平衡一点 我要介绍就是 最有名的咖啡店 星巴克 星巴克 Starbox 所以星巴克呢 在台湾一杯 将和马其都好 大便140块 两个排骨变大 然后呢 在澳洲呢 我看了一下是奥比 相当于6块10毛 相当于台币 你知道多少吗 刚好也是140块 又30毛 结果竟然是跟台湾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 星巴克在台湾其实真的是有点贵 嗯 还是你要说其实 基本上在澳洲是比较便宜的 再要好好的在明清出现 我就不要乱下定论 然后最后一个呢 澳洲盛产的就是 不是袋数 就是畜牧业都是蛮多的 所以也有很多牛 牛奶超好喝的 所以当很多供应的时候呢 价钱就会因而比较低嘛 所以澳洲的牛奶 说真的是很便宜 台湾呢 我举了林凤云好了 林凤云一个差不多 一公升的 花是80块钱左右 而澳洲呢 一公升 你猜多少 猜到就送你一块牛奶 一公升 一块二 台币 二十七块五 牛奶整名嘛 真的蛮便宜的 是唯一一个 我目前看到的比台湾还要便宜的东西 难怪人说 澳洲把牛奶当水盒 因为牛奶比水便宜 在某种程度上呢 这个理论 我同意 不过我们还是不可能每天喝牛奶啦 就变胖啦 每天喝牛奶算量 那澳洲说真的 也只是商店卖的水盒比较贵一点 好 今天大家比较这几个价钱呢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个重点 虽然澳洲的薪资很高 可是相同的 物价也是挺高的 所以相对而言下来 其实说真的 只要你是来澳洲 最后在这边找了一份工作 你就不会觉得澳洲物价特别的贵 然后你当然不能说 拿澳洲的薪水去跟台湾的消费比 因为你这样子澳洲薪水 你会在台湾可以买很多东西 所以有很多为什么要打工度假 就是因为 他们在这边省之兼用 就可以省下一笔钱 因为确实是外面 餐厅的话都是会比较贵一点的 说真的十块 就是美食街的普通价 好一点的就是二十三十四十 都是有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想要在这边留学或是打工度假 其实这边的物价还是相当贵的 所以 为什么最后大家来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呢 都会变成十省 因为 就是外面真的太贵了 我自己也是 慢慢就是在家会主 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样 希望你们有更了解 澳洲当地的物价跟薪资 其实是对等的 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几点 希望你们要寻收到更多的信息 你知道为什么我之前 最后那里没对到吗 因为那最后那个袋数就是挑太慢 我只是把它挑快点 所以一样 这边关注啊 耶 好 谢谢收看 然后我现在的期许是每个地方上传一个影片 好 那我们下礼拜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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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